第七百四十五集 由他来坐镇第一关 守着叶晨便好 他拍着叶南天的肩膀笑道 我相信你一定对这个小子很有兴趣 不过要尽力将这小畜生灭了 你如果留守 一年后血灵族那些大人那里可不好交代啊 叶福东叫出一个个隐藏级别的强者 任何一个都可以轻易捏死他 但他是家主 也有绝对权利调动他们 这便是顶尖家族 随便出来一人都足以震惊外界 传承上千年的家族 没有一个是可以随便轻视的 尤其是皇家 虽然顶尖战力最高境界 不过抵尊净八层天 但真正战力恐怕便是韩云也不低 韩云也没有得到血灵族的帮忙 不可能像是夜市天这般 被带到外域参战 获得机缘 所以 像是夜市天这样的家伙 虽然过百岁 但在昆仑须百岁到两百岁这一代中 他堪称无敌 那第三关呢 夜无双问道 第一关是南天 第二关是我 第三关是不是得找个顶级强者坐镇 自然 夜福东面露微笑道 第三关自有人选 当然 其实还有第四关 便是我等全部地尊敬长老 若是三关皆战败 便由全部地尊敬长老 布置七叶分神阵 勾连周围龙脉 引动大阵 竹杀夜晨和夜天正 他知道自己当年的座位 他害死夜晨的爷爷 又将夜晨一家竹出家门 这份梁子算是彻底结下 要么是夜晨死 要么是他亡 至于刺杀 偷袭 这种方法基本上对夜晨无效 个别人去刺杀夜晨 等同于送死 大批人去刺杀 那就不叫刺杀了 并且地形不占据优势 一旦被夜晨叫人了 可能整个夜家帝尊敬 都有覆灭的可能 所以 将夜晨匡骗来 夜家参加祭奠 并且以夜家子孙的口吻 召回夜家子孙 避免夜晨带手下和帮手 到时候 在自己家的主场战斗 还不幸拿不下夜晨 和夜天正两个人 第三关的人选 等需要第三关的时候 我会让他出来 就算他夜晨运气好 破开了第一关第二关 但是第三关 绝对是他一生 都仰望不到的存在 在那人面前 他再强也是蝼蚁 好了各位长老 尽量抽掉主力回来吧 叶浮东言道 昆仲战场暂时交给皇家 我夜家筹备朱杀夜晨 现在不要去活捉夜晨 而是要击毙夜晨 遵命 是 家主 散会 诸多长老回应一声 便各自离开了 昆仑须昆谷 乃是一片巨大盆地 绵延上万里 皆是森林 原本是昆仑须一个宗门 转门用于玉兽 只是三千年前 血灵族带走了昆谷所有的高阶凶兽 以至于昆谷近乎没有生物存活 这些年过去 一些灵星的凶兽 当年修为非常低的妖兽 修炼到了高境界 发现昆谷地势不错 便都率领族群 进入了昆谷之地 只是皇家和光明殿爆发大战后 属于百计的虚王镜 道元镜凶兽 当初被双方帝尊镜 交手的余波震杀 至于其他凶兽 要么是被抓 要么是被击毙 偌大的昆谷森林 已经变为了满地焦土 东西两边 各自驻扎在营帐 两边如同真正军队作战一般 只是人数稀少 各自陨落一些人 皇家无一灭掉光明殿 想要减小损失 光明殿也因为没有夜晨的领导 故而没有大举进攻 面前 都是以双方低境界的弟子 相互厮杀为主 一片片沙土纷飞 双方反虚境弟子厮杀在一块 双方修为较高的人 光明殿这边 黄武枪 黄战天和青剑坐镇战场 皇家那边是第九代长老坐镇 同样都是底尊二三层天 叶晨当得知夏若雪和几思青失踪可能和叶家有关 便立马从华夏来到了昆仑须 当然 他也随身带了一群顶级妖兽强者 对他来说 轮回墓地的黑色石头出自昆仑须叶家 这便证明昆仑须叶家绝对没有想象的简单 不管昆仑须叶家在二女失踪中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 若他叶晨的逆临受半点伤 他便要昆仑须叶家付出惨痛代价 他本想直接去昆仑须叶家 但是当听到光明殿的事情 还是打算先赶过来 叶晨此刻戴着面具 已经出现在昆仑须骨 他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看似平淡无奇 却又给人一股难以言喻的强大 令人捉摸不透 皇家第九代长老凝视着远处而来的面具青年 赫然神色大变 怒喝道 夜市天 你居然还敢来这里 好 非常好 他猛然抽剑而起 顺势批出一剑 剑光在半空中凝结为一道狂暴的虚影 散发着璀璨的光泽 和无尽的交错剑气 有盖世之威 似乎是要将夜尘镇压 你这小畜生 蛊惑人心 害我皇家第十代青年 覆灭殆尽 今日你必死 黄战天黄武枪都是皇家第十代 他是第九代 帝尊敬三层天 宁古七五阶 战力算得上同阶较强了 什么时候 这等废物也敢与我为敌 夜尘冷哼一声随意挥手一击 汇聚来无穷力量 直接凝结为一只金色手臂 盖压而下 就像是荒谷巨人一般盖压天地 不可阻挡 从炼体之地出来 他的实力早就金飞昔比 一道清脆的爆炸声传出 剑光凝结的虚影 直接爆裂开来 金色手臂落下 当即便将皇家长老打成了肉末 一众皇家第十一代 十二代弟子神色骇然 皆不敢出手 拜见主人 拜见主人 黄武枪和黄战天当即下跪 眼眸中充满尊敬 分毫不敢造次 如今 他们也有帝尊敬二层天的修为了 算得上是很快了 真正的天才进入帝尊敬后 修炼都会很快 尤其是帝尊敬前期 一到三层很是容易 后面的七层天以后 便是真正要看天赋了 当然 皇家弟子虽然多 帝尊敬也多 但绝大多数都是帝尊敬二三层天 主要是毫无战意 这些年来 皇家出动 诸宗派家族必然 让他们很难历经生死之战 纵然天赋不差 也难以往上 叶前辈 早便听闻叶前辈 乃是叶臣殿主之师兄 今日一见 果然非同凡响 青剑微微抱拳 这几天他心结解开 成就了帝尊敬四层天 却面对叶臣时 感觉到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比当初见到叶臣时 还要无力 他细细打量叶臣周围这些人 不由得心生一动 妖兽 好多强大的妖兽 这些妖兽全部都是帝尊敬 这叶士天到底什么身份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妖兽随行 并且站在叶士天身边的两尊妖兽 一尊身穿青袍 隐隐有龙气伴随 显然是一尊真龙 绝不是柔弱之辈 另外一尊身穿白袍 看似中年人模样 但却一样有龙气 虽弱上一个一鞋 也绝非雷弱之辈 叶士天 到底哪里招来的这些妖兽 叶士天和叶臣乃是师兄弟 那他们的师尊又是谁 能教导出这般强横的师兄弟 恐怕真是外遇绝世强者了 请见免礼 其余两人也起来吧 叶臣挥挥手 示意他们三人起身 再看向地上跪着的上百个皇家弟子 便问道 这些人怎么回事 禀报主人 这些是皇家第十一代弟子 和第十二代第十三代弟子 叶臣顺势看过去言道 这些皇家弟子可有投降的意思 黄战天抱拳示意 随即上前 冲着诸多皇家弟子呵斥道 尔等还不投降吗 我和你们或多或少认识 也不愿意看见你们战死在这里 况且我主乃秉承大义 对抗万恶魁首血灵族 你等还不投降吗 速速投降可免一辞 不投降 一个皇家弟子赫然喊道 黄战天 你枉为我们叔叔 却背叛皇家 不投降 不投降 血灵族的大人们 很快就要降临了 现在投降加入你们 将来就是要死 一只龙爪盖压而下 直接将地面拍裂开来 所有的皇家弟子全数覆灭 是百战妖王出手了 百战妖王什么实力 他的力量 这些皇家之人拿什么抵挡 没有资格 叶臣微微点头 这些皇家弟子修为不高 将来起不了作用 却还当走狗 当得这么舒坦 那就没必要留下了 他道 走 黄战天 带我去见其他人 千米开外的一座殿宇之中 韩云坐镇 叶灵天为府 现如今的叶灵天 也快速晋级到了 道远境巅峰 当然是托韩云的福 哪怕是边上站着的叶洛尔 也是半步地尊境 他们两人是叶臣身边人 韩云自然取出家族底蕴 将他们快速催生到这个境界 当然催生到这个境界 不代表具备此境界的战力 但是足以自保